前世,身为集团千金小姐的我妈 带着我嫁给了一个没有本事的软饭男 那软饭男还带了一个和前妻生的女儿到我们家里 结婚的第三年,我母亲死了 他们也逐渐露出了真实面目 既被江洛洛到处装柔弱 无限我,各种精心策划回我清白 而我的继父却处处向着江洛洛,还推波助澜 甚至我亲为竹马的未婚夫凌晨 也抛弃了我选择了和江洛洛结婚 我身败名裂,最后被害死,惨死街头 甚至无人给我收尸 而江洛洛和凌晨靠着我妈留下来的遗产 走上了人生巅峰 众活一世,望着江洛洛和凌晨那两张恶心的脸 我笑出了声 他们怕不是忘记了 谁才是万江集团唯一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杀死一条狗,又何须拔剑呢 娃娃,WiFi提醒,好看的全文又来咯 报复报美的宝子们,能不能借用你们的金手指 戳个小赞赞呢,感谢支持 下面正文开始,姐姐你误会了 是我身体不舒服,才让找凌晨哥哥照顾我的 你不要怪他了 熟悉的台词在我耳边响起 江洛洛眼里带着泪花,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前世,我就是被他这样精湛的演技 一次又一次地蒙骗 我真心把他当成妹妹 掏心掏肺地照顾他 什么好东西都想着他 我也是真的以为他拿我当姐姐 可没想,他利用我对他的好 把我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地狱 这一世,看着眼眶通红的江洛洛 我差点没吐出来 真是恶心 我抬起手,就是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江洛洛明显没想到 一直对他百般照顾的我 突然变了性 捂着通红的脸 连眼泪都忘了流 江琳琳 她是你妹妹啊 你怎么能打他呢 我冷得脸望向一旁 争一份甜音地指责我的凌晨 差点笑出了声 我没理他 只是伸出手 在他脸上也打了一巴掌 我看着凌晨几乎呆滞的神奇 心里涌上一股前所未有的快感 我以前喜欢凌晨 很喜欢很喜欢 所以我一直都是小心翼翼地对待着他 不敢忤逆他的意思 生怕他哪天生气就不要我了 可惜 曾经的江琳琳已经死了 心疼男人 倒霉一辈子 身体不舒服 我冷笑一声 眼神轻轻扫过江洛洛身上 开了两颗扣子的衣服 意味深长地问了一句 江洛洛果然慌了 赶忙解释道 姐姐你真的误会了 误会 你明知道凌晨是我的未婚夫 深更半夜 还要去他家里 让他照顾你 你是人缘差到整个世界 只认识凌晨一个活人了吗 凌晨听得我的话 心下松了口气 以为我还是 从前那个 对他百依百顺的江琳琳 只不过是为了 他在和江洛洛争风吃醋而已 他摆出一副宽宏大肚的模样 自以为很有魅力的 舔了舔嘴唇 离一离 不要闹了 和洛洛道个歉 我就不追究了 我差点被他的话恶心到吐出来 翻了白眼 丝毫不手软的 又是一巴掌 你脸大点 姑奶奶 我今天不奉陪 凌晨我告诉你 我们的婚约解除 祝你们所死 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我从包里掏出一张单子 砸在江洛洛的脸上 还有你江洛洛 这是你和我住在一起 那么多年 我送你的所有礼物的费用 一共三千万 微信支付宝都可以 江洛洛又开始掉眼泪 看得凌晨好不心疼 他抱住江洛洛 给他擦着眼泪 江里里 你个毒妇 给洛洛送的礼物 你也要要回去 什么穷酸样 我差点当着他的面 笑出声来 什么穷酸样 我拿起那张单子 拍到凌晨脸上 你要想帮你的小情人还 我乐意接受 说完 我头也不回地 走出了凌晨的家 说我穷酸 好 很好 我看他凌晨是 当凌家大少爷 当太久了 以至于他忘记了 凌家依仗的到底是谁 我站在黑夜中 发自内心地笑出了声 爽 真的太爽了 这一次 他们欠我的一切 我都要一点一点地夺回来 第二天早上 我又接到了凌晨的电话 李莉宝贝 你不要生气了呀 我知道你最好了 昨晚的事情 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好不好 我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觉 又给凌晨搅和了 我气上心头 开口回怼 我好你大爸 三千万 你还我还是姜若若还 凌晨似乎没想到我敢骂她 一时间面子挂不住 气急败坏了起来 姜李莉你不要给脸不要脸啊 若若那么单纯的女孩子 能有什么坏心思 你为难她干什么 我似笑非笑地勾了勾唇 实在是想不通 前世我到底喜欢凌晨什么东西 凌晨 你别忘记了 能当我的未婚夫 你爸妈付出了什么代价 果然 凌晨不敢说话了 电话那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之中 我心情大好 美美地把凌晨加入黑名单 然后放下手机睡觉去了 前几年 凌晨陷入万劫不复的商业危机之中 是因为我喜欢凌晨 所以让我妈给凌家投了资 凌家现在所有的大客户 都是因为我们万江集团的面子 才愿意和凌家合作 当初 为了把我们万江集团牢牢拴在手里 凌家夫妇转卖了40%的股份给我妈 这才换取到了我妈的信任 定下了我们的婚约 可是现在我妈离世了 凌晨就不清楚自己的地位了 可笑至极 离了我 凌晨就什么都不试了 离一离 你怎么回来了 一踏进江家老宅的大门 我就听见继父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她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嫌弃和难以置信 好像这里是她的房产一样 可这个300平米大别墅的房产证上 写的是我江离离的名字呀 我翻了个白眼 懒得搭理这个不要脸的软饭男 这里是我家 我凭什么不能回家 我脾气一直很好 母亲死后就非常非常听我继父的话 他似乎是觉得完完全全掌控了我 把自己真的当成了我爸 江离离 你怎么和你爸说话的呢 我停下脚步 轻蔑地扫了男人一眼 故意假装不解地问道 我爸早死了 你怎么还活着呀 男人似乎是没想到我敢这么和他说话 对着我破口大骂起来 可我并不在意 静止走向我两年没回的房间 其实也不怪我这么讨厌我继父 钱是如果没有他对江若若的纵容 如果不是他一次又一次的 在背后推波助澜 我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他设计我一步又一步的远离 我妈留下来的那些财产 最后把我害死 自己得到了那笔钱 也是他 两年前以什么江若若马上要高考 不能有人打扰为借口 让我出去住 说来也好笑 钱是我居然真的信了 心里想着 反正我已经保送了 倒也无所谓出去住一段时间了 可这一走就是两年 他又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阻止我回家 甚至阻止我住在名下其他的房产里 只要是我稍有反抗 他就会以不孝攻击我 钱是 我最在意笑道 每当这种时候 我都会主动让步 最后堂堂万江集团大小节 竟沦落到租房子的地步了 可惜 这一次 他的算盘要落空了 我一走进我的房间 就看见江若若正躺在里面 悠哉悠哉的玩着手机 这里原来是我的房间 是整个家最大最好的房间 江若若刚来我家的时候 就吵着要住在这里 可那时的继父 还要靠我妈的势力 不敢惹我不开心 怕我和我妈告状 只能告诉江若若 这里是姐姐的房间 不可以住 我以为江若若早就卸下了心思 没想到在这里等着我呢 啊 江若若 你怎么回来了 不愧是妇女 连问的问题都一样让人恶心呢 我懒得回答他 只是一把抓过他的被子 就从三楼扔到了楼下 紧接着是他扔得满地的化妆品 书 各种奢侈品牌的衣服和首饰 我看都不看一眼 反正是我能丢的东西 我全部丢到了楼下 你有病啊 你干什么丢我的东西 江若若张牙舞爪的 想要朝我扑过来 但我微微一侧身 他就扑了个空 跌在地上 江若若 这里是我的房间 纠占雀巢还有理了 滚出去 江若若又开始哭了 梨花带雨让人好不心疼 可惜我的内心却毫无波澜 我贴了他一眼 要哭就滚出去哭 吵死了 江若若似乎被我吓到了 紧接着眼里闪出一丝寒光 江若若 你给我等着 又是放狠话 没意思 奉陪到底 我无所谓的答了一句 然后转身进了房间 不知道江若若说 要让我等着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大半夜 突然有人来敲我的房门 咚咚咚咚咚咚的敲个不停 我起床气很重 但是还是耐着性子问了一句 谁啊 外面一下又归于寂静 但很快 我要睡着的时候 那声音又开始响了起来 奶奶的 没完了是吧 我强忍着困意 从床上爬起来 多半是江若若搞的鬼 装神弄鬼 故意恶心谁呢 如果是前世 我肯定吓得不敢睡觉了 可现在我都是死了一次的人了 我会怕他 行 不想睡觉是吧 那就都别睡 我抄起化妆台旁边的椅子 用力的朝门上砸去 他妈的 别敲了 门外的声音戛然而止 明显是被我给吓到了 我心里爽了 把椅子放回原处 声音带着一点玩味 谁再敢敲一下门 姐姐就用椅子砸死你哦 很好 后半夜很安静 第二天一早 我睡了的懒觉 浑身舒坦 倒是姜若若估计被我吓到了 黑眼圈就像熊猫一样 我故意走到他面前 装饰惊讶的样子 哎呀 妹妹昨天睡得不好吗 怎么回事呀 看着姜若若强颜欢笑的样子 我真的觉得爽翻天了 谁让他没事找事呢 吃过午饭 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自己 就出门去了 我要去一趟万江集团 此时的我还在读大学 继父已让我好好学习为借口 替我管理着整个集团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真心为我好的 这一次 我一要把实权全部握在自己手里 集团里 我一踏入大厦 就有人围了上来 问我是干什么的 我取下墨镜 摘下口罩 人群寂静了两秒钟 然后爆发出一阵惊讶的讨论声 大小街 真的是你吗 我的继父是真的没有商业头脑 他就算管理了万江集团 也是完全不做事 只拿钱 万江的人现实对他意见很大 见我回来纷纷热烈的欢迎着我 我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安静 今天的事 不要告诉我那继父 我笑了一下 杀死猎物的快感 从来不来自于猎物的死亡 而来自于他死前的绝望 前世 我体验过的所有绝望与痛苦 我会让他们慢慢的体验 我这几天一直在集团忙着 还找了集团公关部的御用律师 一点点的把我妈留给我的遗产 全部整理出来了 大到集团名下的分公司 小到一套LV的珠宝手势 我一分都不会留给江洛洛和他的父亲 我还暗地里 偷偷撤了一部分林家的资金 给林晨施压 他不是喜欢江洛洛吗 不是爱偷吃吗 那我这次就让他一次性偷吃个狗 果然 第二天我就接到了林晨的电话 我之前把他拉黑了 他是用江洛洛的手机打给我的 江洛洛 你到底在闹什么呀 我和洛洛真的没什么 你为什么要撤掉一部分资金 我正在下一盘大棋 心里舒然的很 并不想和他计较 我知道他又在外面和江洛洛鬼混呢 可他居然能脸不红心不跳的 说出这种话 真的太滑稽了 林晨 让江洛洛扣好扣子 在和我说话 我故意说得很大声 确保了他和江洛洛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果然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我哈哈大笑起来 林晨 你不是喜欢他吗 我成全你呀 以后 除了还给我那三千万 不要再找我了 然后干净利落地挂了电话 把江洛洛也加入了黑名单 我拿到了林晨和江洛洛 在酒店里鬼混的照片 他们玩的是真的话 我皱着眉头 把那恶心的照片 摔在林家夫妇身旁 我要退婚 林家夫妇一下黑了脸 伸手捡起那些照片 看向我的表情小心翼翼 还带着一丝讨好 李李 你从小和林晨一起长大 你还不清楚他吗 一定是那个小贱人勾引的他呀 林母卑微地开口 祈求着我的原谅 林妇也马上附和道 是啊 李李 林晨一定是被他逼迫的呀 我心里想笑 铁正如山 他们还有脸这样洗白林晨 真是恶心到一路去了 可是面上 我却装作无辜的模样 是吗 叔叔阿姨 可是江洛洛和我说 是林晨主动追求他的呀 林家父母立马黑了脸 又各种安抚着我 我离开时 还特意送了我不少礼物 毕竟 他们林家现在被我撤掉了一部分钱 已经岌岌可危了 果然 当晚林晨就被喊回了林家 第二天 我刚从集团下班 就遇到了林晨 他脸色苍白 一看就是挨打了 可我内心却毫无波澜 一个管不住下半身的男人 我要来干什么 麻烦你让一下 挡到我的路了 林晨抓住我的手腕 再也嚣张不起来了 李怡黎 看在那么多年的感情上 不要退婚了 我是爱你的 我冷笑一声 感情 他背着我和我妹妹 搞到一起的时候 可曾想过我们的感情 把我害死的时候 可曾想过我们的感情 和我提感情 他不配 我撤销了林家一部分的资金 这件事 我继父还不知道 因为我花大价钱 给他报了一个 去美国旅游的团 他自以为是 我在和他道歉 还沾沾自喜的去了 殊不知 等他旅游一个月回来的时候 他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当晚 姜柔柔嚣张跋扈的 跑来我的房间 姜黎黎 你是不是又去找林晨哥哥了 你们都解除婚约了 为什么还对他死缠烂打 我心里好笑 用一种看弱智的眼神 看着姜柔柔 你以为谁都是你啊 就喜欢捡垃圾吃 姜柔柔急了 彻底和我撕破了脸皮 你就是嫉妒林晨哥哥喜欢我 你就是嫉妒我 毫不费力的 把他从你身边抢走了 姜黎黎 林家可是开大公司的 这么大一个金婚婿跑了 你很气愤吧 姜柔柔好像捡了什么大便宜 笑得特别猖狂 好像我已经输得彻彻底底了 我也笑了 笑得比他更开心 姜柔柔 人可以蠢 也可以坏 但别又坏又蠢 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脸 更加期待他 直到真相以后的样子了 林晨不过是我们家 施舍的一条狗而已 可惜姜柔柔不知道 他的金婚婿 马上就要变重新 变回一条乖乖叫的狗了哦 我还是解除了和林晨的婚约 他找来了我家 明明是他在求我 可却还是一副 是他施舍我的模样 李李 你别随便拿婚约开玩笑了 不然我真的生气了 可就不理你了 到底是我之前对他有多好 当他到这种时候了 还觉得我会乖乖回到他的身边 林晨 从我家滚出去 姐姐 你为什么要欺负林晨哥哥 姜柔柔从旁边跑出来 挡在林晨面前 眼眶含着泪 却又一脸倔强的样子 看得林晨心疼死了 姐姐 这里也是我的家呀 林晨哥哥是来找我的 你为什么要赶走他 我看着面前自以为是的女人 恶不可知 一个被窝里果然睡不出两种人 他俩的脸果然是一样大 找你的 那你去解决一下他的燃眉之急吧 我简直快藏不住眼里的笑意了 拿着我新买的爱马仕 越过了两人 林晨的脸色黑得难看 却又舍不得对姜柔柔发脾气 只能任由姜柔柔坏了她的事 我走出门 却没有走远 偷偷躲在外面听他们说话 里面的声音断断续续的 听得不是很清楚 我听见姜柔柔说 林晨哥哥 你和我订婚也是一样的呀 我也是万江集团的大小姐 我眼里的笑意几乎要藏不住了 我的好妹妹还真是傻得可怜啊 万江集团的大小姐 从来只有我一个呀 可林晨好像真的相信了姜柔柔的话 她相信姜柔柔可以帮她临驾 她彻底对我硬气了 还替姜柔柔还了那三千万给我 姜黎黎 钱我给你了 你别再找柔柔麻烦了 也别对我抱有幻想了 我简直乐到快疯狂 一举拿下三千万 加送走一个渣男 人生感觉都美满了呢 理想中我伤心的表情并没有出现 林晨迟疑了一秒 眼里闪过一丝不甘心 离离 如果你能不欺负柔柔 我也是可以勉为其难的 和你继续当朋友 她话还没落音 我就一下甩上门 门打在门框上 发出了巨大的响声 打断了林晨的朴信语录 我站在门里面向她大喊 当你默默的朋友 门外传来林晨气急败坏的声音 你别后悔 可我已经毫不在意了 好些还没正式开始呢 剩下的时间里 我一直在集团里面工作 我妈留下的东西 已经全部清点好了 我在集团也完全掌握了实权 我那人在美国旅游的继父 怕是不知道吧 万江集团只认股份 不认人 而我 拥有着整个集团65%的股份 很可惜 因为我妈死前 并没有转股份给他们 所以她和江洛洛只拥有0%咯 就这样 还想和我争吗 林家的资金被我全部撤掉了 林家激进于完全垮台 而林晨还擅作主张的 帮江洛洛还了整整3000万 现在林家更是雪上加霜 似乎是走投无路了 林家同意了林晨和江洛洛的婚事 而江洛洛心心满满的和林晨打包票 说她一定可以就林家的 林晨好像真的信了 对她死心塌地 听说光是婚礼上的项链 江洛洛就挑了一套价值800万的高涉 林家坚持不住这样的开销 可林晨却坚持要买 她说江洛洛一定会搞定资金的事情的 我听着小助理的报告 笑得想在地上打滚 继父回来了 她无比支持江洛洛和林晨的婚事 她还不知道林家的事情 以为林家可以给她带来更多的钱财 她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见我还不走 嫌弃地问我 你怎么还不滚啊 洛洛要和林少结婚了 你还有敢来 我懒得搭理这种傻逼 但凡她是愿意过问集团里的一点事情 她也不会无知到这种地步 她应该清楚 林家要完了 她也快完了 江洛洛假惺惺地站起身来 拉着我的手 姐姐别生气啊 虽然林晨哥哥不喜欢你 但是你还是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啊 一定要来 我挑了挑眉 应了她 好啊 我一定去 望着江洛洛那期待的眼神 我笑了一下 我清楚得很 她一定是有阴谋 他们婚礼那天 我故意盛装打扮咽压群方 江洛洛看得脸都绿了 她长得是清纯可人的类型 而我 妥妥的一个攻击性大美女 和我站在一起 她只有给我咽压的粉 果然 她红了眼眶 故意大声地喊道 姐姐你好美啊 我好自卑 不像我结婚都不漂亮 果然 她身旁的朋友 纷纷都开始指责我 若若 这就是你那个姐姐呀 真心机呀 怪不得林晨不喜欢她 就是啊 若若你别怕 她不敢欺负你的 且 不过是前妻留下来的女儿 也不知道 我们若若大小姐养着她干什么 就是就是 若若养了她几年 还真当自己是小姐了 这么贵的东西 还不知道怎么来的呢 我似笑非笑地 打量着江若若 眼里是淡淡的细腻 原来她是这么 和朋友说我的 她才是大小姐 而我是被她施舍的那一个 江若若慌了 明显是怕她的身份被拆穿 赶紧打人场 你们别说我姐姐了 她人很好的 我不想看她假惺惺的样子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吃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阴谋 江若若的心情很好 甚至还给我倒了一杯酒 不过我没给她面子 当着她的面把酒给倒了 听着江若若朋友对我的指责声 我心里越发开心 不知道待会他们看清江若若的真面目后 还会不会这样维护她呢 婚礼开始了 明家和继父请了很多很多的媒体来 江若若在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开始哭 然后指着我声泪俱下的开始了她的表演 她控诉我在家欺负她 看不惯她和凌晨在一起 天天缠着凌晨 还把她房间的东西全部弄坏了 凌晨和她父母以及我继父 肯定都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他们对于江若若的表演无动于衷 只有宾客们一脸猛逼 江若若的朋友已经开始带头骂我了 有些宾客也看着我窃窃私语 我知道 她是想借着这么多媒体 让我身败名裂 和前世一样恶心的手段 可是我亲爱的妹妹 你怎么还那么傻呀 江若若楚楚可怜的擦着眼泪 指向大屏幕 下面大家请看证据 大屏幕上弹出一段视频 可是很可惜 不是我的 而是我那妹妹和凌晨乱搞的照片 照片为达马赛克 可明眼人还是一眼能看出他们在干什么 一时间 会场都安静了 江若若一下慌了 想要关掉大屏幕 可我怎么能让她成功呢 他们都忘了 这座全是最大的酒楼 是万江集团旗下的呀 这大屏幕 我早就找技术人员改装了 只有我能控制 江若若急得都哭了 凌晨拼命的挡住媒体 不允许他们再拍了 可他们为了让我身败名裂 请了那么多媒体来 怎么能挡得住呢 视频还在继续 里面有我各种谈话的录音 江若若故意挑衅我的 林家父母说江若若勾以凌晨的 凌晨来求我复合 被我拒绝的 各式各样 每样都在打着江若若和凌晨的脸 凌晨百年的好名声 一下子全毁了 林傅冲上台 打了江若若一巴掌 都是你 好好的婚礼搞什么 而凌晨死死的护住江若若 事到如今 他还相信江若若可以救凌晨 若若有办法的 一定有的 对不对 江若若哭着跪在地上 可这一次 没有朋友再去安慰他了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家也许现在才慢慢看清 婚礼的闹剧还是流出去了 凌晨的股票又下降了很多个点 置办婚礼的行头江若若 都是按最好的条的 林家当时是真的信了他有办法 所以把保命的钱全部交出去了 现在的林家分文不剩 凌晨催促着江若若快点想办法 江若若打电话给了继父 让继父给林家投资 继父听了已经暴跳如蕾 他本以为林家可以给他带来好处 没想到确实要亏了钱 可继父再怎么爱钱 也看不得江若若受委屈 还是回到集团说要继续投资 可回答他的 是我小助理的一句 不好意思 大小杰说了撤资 他简直不敢相信 在我们集团的写字楼地下大吵大闹 我是他爹 我才是万江的主人啊 几个保安盒里把他丢了出去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笑话 顺手拍了短视频 发给了被我从黑名单里面放出来的凌晨 我回头望了一眼小助理 林家现在还靠着哪些小公司的资金 苟延残喘呢 小助理报了几个名字给我 我顽劣地笑了一下 开双倍的价格把合作抢过来 林家彻底垮了 不仅宣布破产 我听说他那时候正在和江洛洛逛街 江洛洛又买了一大堆奢侈品 他卑微地跟在后面提包 收到视频以后 他当街打了江洛洛 还说他是爱撒谎的物质败金女 这件事情上热搜 众人这才知道 我才是万江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林晨逼着江洛洛离婚 可江洛洛说什么也不答应 两人天天吵架 林晨还动手打了江洛洛好多次 他哭着跑回了家 准确地说是我的家 他还是那副大小节的做派 一看见继父就哭 可这次继父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你个杂种 谁允许你抢你姐姐的未婚夫的 是你害得我丢了一切 给你姐姐跪下磕头道歉 一直宠爱他的继父 按着他跪在地上 谄媚地给我赔礼道歉 他哭得撕心裂肺 哪里还有之前楚楚可怜 梨花带雨的美 活活一个托付罢了 不 我才是大小节 我才是 他好像已经失心疯了 哭着要来打我 继父上去又是一巴掌 按着他的头磕在地上 每一下 我都听得到声响 李李 我替这个小贱人给你道歉了 我笑得合不拢嘴 一点都不觉得同情 我前世被人先见后杀的时候 有没有人同情过我 有没有人心疼过我呢 我高贵地抬了抬下巴 与跪在地上不停磕头的两个人 形成仙灵的对比 纠占雀巢的人 不配赢得我的原谅 继父愣了一下 继续按着将洛洛磕头 是洛洛的错 是洛洛不该抢你的房间的 我替他道歉 我冷笑一声 谁说只有他了 继父愣愣地望着我 而我面上还是挂着浅浅的微笑 是你们两个人 我轻轻拿出一张房产证 丢在地上 李先生 李小姐 麻烦滚出我的大号搜 我故意渐渐地看着他们 任由他们被保安丢出了大门 继父姓李 而江洛洛原名李洛洛 为了讨好我妈 继父一进门就让江洛洛改了姓 和我一样跟着我妈姓 而他们最恨别人提起了 因为这件事 是他们永远抹不去的耻辱 是他们永远和上流社会的一层壁 可我偏偏要说 一个吃软饭的男人 和一个勾引姐姐未婚夫的女人 凭什么以为自己 可以是万江的主人 我笑了 紧接着把他们所有的东西 都从丢出了大门外 再见了 两个臭小偷 我笑着喊出这句话后 听见了江洛洛 哦不 是李洛洛崩溃的大喊 我的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 我又看见凌晨了 她跪在我家门口 拿着一束玫瑰花 撕心裂肺的哭着 李洛洛 原谅我吧 求求你了 我错了 救救我吧 求你了 我看着她 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 默默后退了一步 别弄脏我的裙子 现在的你可赔不起 凌晨继续崩溃的大喊着 李洛洛 都是江洛洛那个贱人逼我的 都是她的错 原谅我吧 我头也不回的走开了 却又突然停下 凌晨以为我心软了 自顾自的开心着 我就知道你还是爱 凌晨 凌晨愣住了 似乎是没想到 我会做得那么绝 而我这一次 没有再回头 凌晨和李洛洛离婚了 听说她家抱李洛洛 害得怀孕的她流产了 去医院去得不及时 一生都生不了孩子了 凌晨整日疯疯癫癫 到处借高利贷换债 借了又还不上 硬生生被打断了一条腿 现在的她 落魄到手术都没钱做 落下了终身残疾 而我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们 李洛洛偷偷拿走了很多 我妈留给我的高奢珠宝 价值金一千万 我报了警 李洛洛被迫打了欠条 而那些东西 她早就投没卖了 当大小节当得多了 似乎根本习惯不了几件 那些钱她早就花光了 而现在的她 又拿什么还给我呢 她去黑市买了一个肾 成了KTV的陪酒小姐 她大小节的性子还是没改 打伤了一个 想要她陪睡的小老板 又欠了人家不少钱 这些钱 她一辈子都还不上了 可我也不缺那一千万 我现在接管了一整个万江集团 每天做的生意都是过亿的 我只是想让李洛洛 在痛苦中活一辈子 让她体验一下 前世我的感觉 而继父李先生 终日酗酒无度 猝死在家里了 听说李洛洛发现的时候 尸体都臭了 我听着小助理和我说着这些事情 轻轻笑了一下 签好一张文件 摇了摇头 这世间的一切 都是因果轮回 善恶相报 仅此而已 后继 在我25岁那一年 我和朋友去KTV唱歌 光鲜亮丽 浑身高定的我遇见了李洛洛 她脸上擦满了胭脂素粉 好像几年间就老了十岁 举手投足间 都是擦边的恶心感 我不想管她 转身就走 可她好像看见了我 她一下子跪在地上 再也看不见当初的骄傲了 姐姐 求求你 求求你帮帮我吧 我真的要疯了 姐姐 我似笑非笑的望了她一眼 她这卑微的姿态 和当年的凌晨一模一样 可到底为什么 咱们总是要失去了 才懂得珍惜呢 如果她们前世 没有对我下如此狠手 也不会落得如今的绝境 她们曾经明明什么都拥有了呀 为什么还是不满足呢 我看着她那张松弛的脸 哈哈大笑起来 我从包里掏出一个挂件 是一只小熊 我摆弄着那小熊的四肢 假装小熊正在跳舞 嘴里还配着音 哒哒哒哒哒哒 我看见李若若的脸一下白了 我又开始大笑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李若若怎么会不懂我的意思 她曾经在我那只会跳舞的小熊里面 放了一个摄像头 就为了拍到我的私密照 让我丢人现眼 可最终 那只小熊被惊生了 我偷偷放进了她的书包 这才拍到了她和凌晨乱搞的照片呀 我笑得浑身颤抖 而李若若神情恍惚 我摇摇头 拿出一张电影票丢在地上 我们万将新投资的电影 去看看吧 电影票缓缓落下 李若若的目光停留在电影银上 眼泪蓄满了眼眶 这部电影名叫善恶有报 后来我又奇迹般地遇见了凌晨 我也给了她一张电影票 和李若若是一场的 那天我也去看了电影 我在人群中 看见了凌晨和李若若的身影 电影开始了 大屏幕一片漆黑 只有一句独白 杀死一条狗 又何须拔剑呢 是啊 不过是我将家养着的狗啊 又有什么胆子挑衅我呢 我都无需大动干戈 简简单单 就将它们置于此地 我的剑从未出鞘啊 我不过是拿回了属于我的一切 电影散场的时候 我和凌晨李若若擦肩而过 往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站在原地又开始笑 笑着笑着 泪水已经滑过了脸庞 我毁了自己的人生啊 我回过头去 它们已经消失在了人海里 善恶中有轮回 这是它们曾经犯下的罪孽 我笑着擦干眼泪 阳光轻柔地洒在我的脸上 我轻轻笑了一下 善恶有报 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而往后余生 它们俩或许只是过客 不必再见 善中有恩 恶中有报 因果轮回 今生的罪孽 也许会在来生慢慢偿还 愿所有人都能珍惜好 自己美好的人生 愿所有人都能迎接 属于自己的善报 全文晚